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條放租片 這陣子我們輪住有幾個單位會放租 一個個跟大家分享 今天會回來Metro Town 這期不知是否流行Metro Town 好像很多活動 我們現在就在Go House 高一點的一座 6383K的最高層那幾層的單位 35樓 我們有一個一房單位放租 Go House有冷氣 Carrie已經親身試過 很涼快 35樓的一個一房 530多呎左右的一房 加Open Band的單位 方向向東 所以有冷氣 沒有西斜都會舒服 尤其是嚴嚴夏日的時候 我們會看到露台那邊是藍 這邊是正東 因為都是City的中心 下面已經是Sky Train Metro Town的站 對面已經是Metro Town Mall 後面就是之前跟大家分享過的 Station Square Location也很方便 大家要搭巴士 搭Sky Train 去商場買菜 去附近吃飯的話 都是極短的Walking Distance 附近都是新樓臨立的 其實Metro Town向南的這幾條街 之前也有影片跟大家分享過 一直都會有很多新建築 下面有這麼多的矮樓 各方面都會有將來的Potential 所以預料到市中心 在這個位置都不會太多的視頻 但是看出去都不是那麼差 雖然有很多建築 但起碼不是一手樓或是屏風樓 起碼看出去都會有遠景在一下 尤其向南有綠色田野和山景 這兩天空氣好像很彎 前幾天下了一場雨 所以今天看得很遠 那邊是溫哥哥島還是美國 是美國的 那個位置 不知道 那邊是美國 這邊可能是蘭菇波島 然後Carrie的家就在那裡 大家看到那裡有一堆綠色和平房 中間有一座高樓 矮矮的高樓 那就是Carrie住在山卡的地方 North Delta要過橋才到 我們先回來這邊 這是Metro Town的商場 那裡是Concord Metro 那個洞越壞越深 將來這裡有三座高樓 然後我們這個單位 也看到少少鹿湖景 這個高度 後面就是Brandwood方向 這個正東北位 看過去就是City of Lowheat 過多一兩個星期 Carrie就會和大家 分享幾條City of Lowheat的視頻 我們有一個一房放租 有一個兩房放租 以及有一個三房放賣 都不知道怎樣可以合在一起拍 完全每個星期收一個單位 好了 外面看夠了 我們進來看看 剛剛還沒說 在外面那麼久 這個單位 也有一個挺闊落的露台 而且露台也保養得挺乾淨 因為有時候出去 有些單位的露台 有凸水漬 或是很骯髒 發霉 這個都可以的 有個走廊位 以及可以放梳化的位 因為我們在高層 比較高層的單位 這個階段下面比較少 然後有些Carrie都感覺到 相比起之前Carrie分享的 或者經常看樓 看到高層單位 這個樓底是比較高的 至少也有九尺樓底 這個就會是客廳的空間 它也有足夠的闊度 我猜它應該這個單位 放梳化是放在這裡 電視位放在那裡 或者可以梳化這樣放 電視在這裡 總之你兩邊都可以 這邊還偷很多個藍邊的窗 雖然它不是Carrie unit 但是除了這個向東之外 還有一隻窗仔向藍 也會有些藍 也會有些光進來 然後它的特色就是 也有一個挺大的睡房 而且這個睡房 它不是那些 放牆去到這裡 然後就關門的 它是這個sliding door style 就算你關門的話 也會透光 而且你可以選擇關門多少 如果你想單位 光亮一點 透氣感闊落一點 可以選擇關門 或者開門的面積 然後這個單位 房間鋪了地毯 Carrie現在穿著鞋 就不踩進去 你看到床邊也有些電掣 然後有一個打開的雙門衣櫃 就在裡面 房間也很闊 那邊有窗 採光也很足 都是向藍的 然後繼續看完這個單位 其實它一眼看完 很實用 門口進來 這個空位 其實就有一個open down 它沒有再把牆去close up 所以大家如果想把它當作是書房 down 或者不喜歡坐island吃飯 放將餐桌當作飯店都可以 這個很flexible 大家可以想想怎樣用 這裏就有條走廊 然後就是短短的廚房位 和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大的中度 所以變成它的中度也挺大 其實相對來說 廚房這邊就是雪櫃 24吋雪櫃 一房單位 下面就是冰櫃 電器牌子是Bosch 都是歐洲電器 然後這裏就是廚櫃 廚櫃沒有做到頂 所以大家如果想有效利用的話 可以櫃頂再放東西 這邊就是儲物空間 一邊就是打開的 一邊就是櫃桶 櫃桶也有soft clothes 上面是四個gas爐頭 這邊就是焗爐 上一手已經搬走了 也有做過professional cleaning 所以爐頭其實摸過了 其實都乾淨的 當然始終有點痕跡 但已經很乾淨 好 我們放租都會要求業主 還有要求搬走的租客 做professional cleaning 不論下一手 都會把單位維護得好 這邊是洗碗碟機 微光爐 還有下面的儲物空間 然後洗手盆 這裡也繼續是儲物空間 也有很多位置放的 大家如果想吃飯的話 如果不是這裡放餐桌 這邊其實整個長度 都可以放到巴凳 不過說真的 放了巴凳就會比較窄 但是你家裡兩個人吃飯 應該沒什麼所謂 那邊也有空 也有一個比較足夠的闊度 因為有些島嶺會窄 變成這些位置 對著星庫難吃東西 這邊就比較闊 然後這邊就是laundry 有bloomberg的乾衣機、洗衣機 然後就是洗手間 它是一個三部份 有個座椅的檯面 然後有鏡子 下面這邊也是儲物空間 座廁 還有浴缸 水溶球是在上面 不能拿下來的 然後最後一個空間 就是門口進來 這個濕得比較熟 就是這個衣櫃 這個門 你會不會弄完這個門 現在弄不到 現在弄不到 好下次 好 然後最後這個就是門口 所以其實門口 進來的話 就已經是看到整個單位 很開揚了 我們現在這個單位 就準備放租 就2800元一個月 那為什麼要看我這樣 為什麼 為什麼 不可以看 不是啊 你這個磨我害怕 這個單位 我們現在就準備了 Siccarry寫了一些 筆記 我們今天拍完相片 拍了影片 就會告訴大家 這個單位 就是2800元一個月 那這邊都是例牌 屋主會給管理費 管理費 基本上就是包了冷暖氣 gas 熱水 那租客 你自己進來住的話 就是要付電費 還有要買租客保險 然後自己給上網 就可以了 那樓下還有一個locker 還有一個車位 全部都會跟著租約一起租給大家 好了 講完 到我出場了 好啊 終於我們這個機仔 DIY 回來了 做一些正經的事情 當一個單位 住了差不多兩三年 一兩年 或者三四年之後 都未必的 可能一刻膠樓就是這樣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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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終都會出現 那 我們今天就遇到一個了 那就是 門 鎖不到 那 這隻門鎖是怎樣鎖的呢 它是這裡有一顆的 這樣鎖的 我們就發現 你是開著門的時候 你可以按進去 這樣鎖了 這裡你就會拍不到下去 那但是 當你拍過去之後 它就會自動解鎖了 或者當我這樣的時候 我是按不到下去的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是什麼原因 其實這門呢 有很多奇難的雜證 包括這些室內門 室外門 所有的位置 都會有機會發生問題 就好像剛剛這隻 這隻 這隻無端端這裡就卡住了 就是不是很順 開得不是很順 就要看看它是什麼原因 我先說這隻 好啊 哈哈 你不要啊 那這隻呢 它現在按 是按到的 現在按下去是鎖到的 但是呢 拍了下去就鎖不到 那一定是拍了下去之後 是發生了一些事情 令到它鎖不到 對不對 那你就要看看它是什麼原因 那你研究一下這個縮 是不是順利的可以 拍下去 那個門的那個洞 如果不是的 那就是那個原因 它有些東西呢 是頂住了 是的 那 是不是頂住了就會鎖不到呢 那我們就試一下 如果它頂住一半的 它是鎖不到的 嗯 嗯 它頂住一半 其實是鎖不到進去 它是鎖到一半進去 它一鎖住一點點 就是鎖住一點點 哦 所以它不可以整個鎖下去 所以它就鎖不到 所以就問題出在這裡 嗯 OK 那這個洞 它是前面這裏頂住了 它 出不了下去 還是上面呢 那你又要看一看 我們現在先拿些工具 嘩 我記得你的第一條片 就是這些黃色的小槍 嗯 你先拆開 這個鐵片很簡單 很容易拆 那有機會是這一塊鐵片 這個鐵片 這塊鐵片頂住了 鎖 鎖不到下去 而且這塊鐵片有點斜 這樣斜出來 嗯 那我們試一下鎖鎖鎖 這個鐵片 鎖到進去 看看這個鎖 可不可以順利鎖到進去 試一下鎖到直去 OK 都直了 這裏多了空間 看看鎖不鎖到 好 如果這個鎖不到下去 就是上面頂住了 好像也沒有關係 可能是上面 我先聽聽 即是門 即是洞低了 這裏頂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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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所以要把這個洞移高 OK 那怎樣移高呢 它已經有這些 鎖位了 但問題是這個 我要移到那麼高 那怎麼辦 所以呢 要改一改洞 蛤 不要那麼出奇 是要改的 這些東西 為甚麼有門的問題 這裏不就是這個門的問題 但它為甚麼會這樣 做得不好 我們就拿這個鎖仔 鎖位出來 這裏不就高了 可以 還有這裏也要做高一點 那這個順利可以高了 是嗎 嗯 是嗎 這裏的屁股沒有辦法 沒有那麼完美 你真是想要完美就補了 對 對 那這個洞是不對的 嗯 還有呢 我剛剛屈積了 我先拿斜 我怕它這個開位太多 因為洞跟本身的洞很近 你這樣轉下去 很容易就轉到這個洞 所以我們拿一個鎖 開一個洞 給它 我們先上一屁股 現在鎖到了 噢 即是現在 洞就適合了 哇 我叫你先開 OK 這樣就完工了 對 我還以為要拆門 所以每一道門 它會有不同的問題 會出現的 這個經常會發生的 鎖不好 那些洞對不正 那好像這些經常是卡門的 卡住的 那要看它在哪裡卡 怎樣看它在哪裡卡 就看它在哪裡卡 好像這裡有些痕跡 這些位置 就是有些卡到的痕跡 這樣卡住了 那就證明上面卡 對 證明這裡太高 碰住這個位 就卡住了 那應該怎樣處理呢 處理方法呢 有很多種 我們選一種簡單的 首先你可以改這些位置 就是把門改回來 但是問題呢 你改這些位置很複雜的 那最簡單的方法呢 就是 把門上面 在這裡 拆出來 拆出來 拆了它 哦 是的 你們準備拆門嗎 不是我示範一下 因為我不拆 因為我現在沒有拆 拆這扇門很快 其實 把這顆 這個树 把這树 上中下三树 把這树 拆出來 整扇門都會脫 脫了 那脫了出來 就擺平 就用一把鋸鋸鋸 當然你要鋸直 我想大家家裡 很多都會有機會發生 很多門都會很不順 鎖得不好 就像這些 要推 要推 其實就是那些位置 要微調 就好了 嘿嘿